男人心中理想的恋爱模式 随着时代的进步 爱情和婚姻都要升级 男女双方都要互相了解 避免成为感情上的失败者 有些女人在感情上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所以不再相信爱情 认为世界上没有好男人 但是你不能因为被伤害过 就不愿意去寻找幸福 彻底了解男人的优缺点 女人才能从感情上的被动变成主动 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 所以要知道男人最喜欢的恋爱模式是什么 于受重视的爱情模式 时代的变迁让女人越来越强大 甚至到了没有男人自己 也能活得相当潇洒的地步 在古代在家为父婚后为夫 老年为子的传统观念 早已被女性抛到九霄云外 很多男人都想得到妻子的关注和重视 如果家里的女人是家庭主妇 那还好 如果她是职场女性 或者是那种混日子的职场女性 男人会更有失落感 因为现代职场女性 不再依赖男性生存 女性更注重身体和心理上的个人感受 你让她关注你 她会反过来问 你我在外面那么努力 你为什么不关注我 我们都是上班族 我回家还要做饭洗衣服 你从来没帮我过 一个家庭的和谐需要男女双方的配合 一味的逞强或者顺从 会让家庭失去平衡 作为妻子 女人有维护家庭安宁的义务 不要在公司里用命令下属的口气和男人讨论问题 工作后 她将不再是一个女抢人 而是一个男人的妻子 一个孩子的母亲 一个聪明的女人可以同时扮演这些角色 当然 男人要知道 女人在职场打拼不容易 不要总拿自尊当借口 懂得体谅妻子的男人 一定会得到妻子的重视 因为感情永远是双向的 二倍需要的爱情模式 一段关系是否和谐 需求关系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个时代的女性是独立的 有能力的 她们可以换灯泡 修理厕所 甚至装饰房子 没有人的合作 什么也做不成 有一个女性朋友 经济独立 综合能力很强 但她谈过近十次恋爱 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她很不服气 输给远不如自己的女人 让她觉得特别失落 她向我吐露心声 我说你有能力自己换灯泡 修房子 你什么都比男人弱 但是你有没有痛苦的时候 在男朋友面前哭过 需要帮助的时候 找过男朋友吗 你从来没有 疼的时候就一个人躲在被子里哭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哪怕一个人撞了个头破血流 你也不伸手去找男朋友 在男朋友心里 你好像从来都不需要他 既然你不需要他 他为什么还留在你身边 在心爱的女人面前 男人不怕麻烦 他甚至希望女人多打扰他 男人天生就有一种被需要的使命感 女人自己修厕所没问题 自己修房子更没问题 但是当他需要抚慰和帮助的时候 他可以向他心爱的男人求助 让他知道你也需要他的爱 三身心和谐的恋爱模式 男人喜欢被女人关注 但有些女人认为自己的男人很健康 所以很少关注男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男人一旦对他冷淡 会立刻猜测对方 是不是嫌弃他长得丑太普通 一般女性认为只要男女感情关系不出意外 就不会有大问题 一名男子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他告诉我 他女朋友一直不知道他生病了 前几天他飞到马来西亚度假了 他今天早上差点起床 想跳楼自杀 他女朋友回国后 咨询了我 他特别惊讶 说男朋友一直都很正常 很健康 他没觉得他有什么问题 只是他不爱多说话 但是不说话的人会像个说话算数的人 我说 如果没有太大的生理问题 你得注意他的心理 可能他压力太大 想多了 你应该关注他 帮助他 和女人不同 男人的情绪不会在表面上释放 比如一些负债的男人突然生意崩溃 或者亲人去世 他可能不会像女人一样哭 他的心一定是碎了 他需要身边的人给他安慰和关心 我一直强调两性之间的吸引力 身体和身体之间是有吸引力的 有温度的女人会更吸引男人 温度也有很多种 家里的温度 身上的温度 男人一旦被有温度的女人吸引 就会迷恋爱情 无法自拔 如何做一个有温度的女人 家里的温度是多少 他回家 给他端上一杯温热的茶 或者给他做一顿美味的饭菜 你家沙发上的防尘毛巾 永远是白色的 卫生间一尘不染 阳台上常年飘着鲜花 不管你男人多往回来 抬头看你家 总有一盏昏黄的灯等着他回家 能做到这一点的女人 是有温度的女人